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期节目啊 我们要继续关注我们的台海局势 关注我们最美丽的风景啊 那么今天呢 这个力度加大了 42攻击舰270度 围全岛全台 导弹部队警铃从早想到晚 也就是解放军战术内切270度 包围整个台湾 你不知道哪一次 上次的攻击A军演的实战版本 就这么启动了 现在就是把这个口袋扎得越来越紧了 你看台湾的这些观察家 大家都在关注什么 关注解放军094 战略和潜艇 弹道导弹和潜艇 那是你关注的吗 你怎么不去报道 离你越来越近 以及在你12海里左右 盘旋的这些解放军的破障部队和登陆部队 这个事你怎么不来这个讨论 讨论什么东风41094 什么辽宁舰福建舰 这个跟你有关系吗 跟你没有关系 你们就像 淡水河里面去掉虾的一些小虾米 对付你们需要用得着上奥龙吗 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我们来看新闻 昨26日上午七时起 中共解放军各行主武府战机 共26架次大举出海 所谓国防部京工部 从昨天上午六时至今天上午六时 24小时内 真获35架次共击 7艘次共建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有33架次 从北中南东四面包加 最近仅距台湾不到30海里 鹅鸾鼻43里 你说你用这个 不仅距台北不到30海里 也就是60公里 怎么可能距台北不到这个数呢 就是在台北上空飞了 前面用个30海里 后面用个鹅鸾鼻43里 43里差不多 等于多少公里 差不多等于这个21.5公里 21.5公里 你觉得已经有多近 如果是你按照海上的这个里来讲 它这个里可能跟我们地面上讲的 多少里地 那个概念可能不一样 也就是21.5海里 它这个数字 二比三要大 要近 它就用个43里 前面用个海里 后面用个里 可见它的波 波波都是他妈的 尽量的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这就是他们现在的一个精神状态 但其实都在他们上空飞 军舰 七艘军舰 已经在各个方向包围了他们 对吧 这个我们讲八个位置 还有一个海峡这边的位置 就不需要了 台湾北部 这个叫什么 西北角 这个地方是不需要有什么军舰的 所以七个位置 全部都给它包围了 所以说 整个情况 让整个台湾的导弹部队的警铃持续大作 现在是越来越睡不好了 距离越来越近 你就说 我就按照你台湾的这个 这种报道来报道吧 但是政治情况 原来比这个更加糟糕 至少百架战机 现在每天差不多都是在这里 攻击A军演 它是什么 处于实时待命状态 就是把你给包围了 只待北京一身令下 就按照台湾说的 这个30海里这个位置吧 导弹一发射 直接 把地面的任何目标 都给它摧毁掉 这么多战机 同时发动空袭导弹 反辐射导弹 台湾人将有好几天 用不了电 上不了网 看不了A片 看不了黄代 在家里没办法喝的珍珠奶茶 拿珍珠奶茶的管子 撸奶茶馆 对吧 插在自己的那个上面 撸奶茶馆 对吧 因为看不了 还有缺电 所以说越临近美国总统大选 台湾越是危险 这个是一个不真的事实了 武统台湾 它不是一个故事 而是一个现实 越来越近 所以说那大家想想看 没有必要再去搞 现在他那些议员什么又不来了 又不来窜台了 我们搞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去吓唬他吗 不需要吓唬他 因为我说过 他们总归会找一百个理由 一千个理由 一万个理由 不会被打 不会被捅 不会被干 对吧 所以说 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危机四伏 日子越来越难熬了 也就剩下一张嘴巴 在那里捞软 附路旅游警示 深级成色 国民党 只剩政治喊话 与军事对立 政府为反制大陆发布的 陈志台独二十二条意见 传出将提高 赴大陆地区旅游警示 连跳三级为成色警示 行政院提醒民众 慎重考虑前往 中国大陆的必要性 对此老K党说 双方善意不在 民间交流退去 只剩下政治的喊话 跟军事的对立 绝对不是区域稳定的 正面发展 行政院发言人 陈世凯表示 中国近期对外宣布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 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这样的意见跟法律 不仅程序不明确 内容过于广泛模糊 这样的做法只会 挑起两岸人民对立 影响两岸交流和往来 至于旅游警示部分 陆委会下午将 透过记者会对外说明 其实双方呢 国民党的老K党呢 说的话 我觉得比民进党说的话 更加恶心 人家民进党好歹 还天天跟大陆叫板 老逼 赖清德还天天要喊话习近平 对吧 你老K党天天说释放善意 善意你妈逼的 你们这一群宦官 这群憋 赶紧去美国吧 不要再欺负台湾老百姓了 好不好 台湾老百姓被你们给欺负成什么样了 三点六个亿买那种劣质塑料 劣质铁皮造的那种弹簧刀无人机 一亿买一门大炮 台湾的老百姓啊 这是太苦了 花那么多银子养一群这些蛀虫 把你们的钱都弄到美国去 住大别墅 你台湾人 看看你们住在那个城市里面 小的一嘎嘎一捏捏 那个楼都摇摇欲坠了 骑着那个普尔摩托车 对吧 戴个头盔 傻巴拉机的 他们呢 在美国 开奔驰AMG的顶配 开BMW的顶配 PUSH的顶配 开法拉利 你们在那边干嘛 所以说你说搞到最后 两岸是什么 现在挺好的 民进党就不要让台湾人过来 学习美国搞什么旅游 深知 橙色 慎重前往中国大陆 台湾人来中国大陆 才是明智的 为什么 到时候打起来 在大陆是最安全的 懂吗 所以说 你发布这个橙色旅游 旅游的学习美国 跟风美国 跟屁虫 没有自己的主见 学个大陆 多少年前网上讲SB 到现在还在用SB 大陆早就已经不用 这个词汇了 那赵少康还学大陆 连说傻逼 对不对 处处学大陆 所以说 那你这个怎么不学好呢 所以说 现在赖清德 在台上 搞这种升温对立 只有军事对抗 是好事 两岸要什么善意啊 我们是敌人 不要什么善意 民进党这样做是对的 而且还要终止 两岸的班机往来 终止两岸能源交流 这个才更好 直接就隔离掉 把自己封锁的 关起门来当皇帝 让赖清德称帝 对吧 当这个赖哀帝 直接叫赖哀帝 对吧 挺好的 这名字 或者叫赖后主 也可以嘛 所以说 你看现在这个解放军 中国大陆跟民进党 跟赖清德之间 其实每天也在交流 就是拿枪杆子来交流 动刀动枪 这样才好 不需要跟他们扯什么蛋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做法 我很喜欢 就是要隔离状态 冷动状态 两岸就是要仇恨 就是要敌对 这样才对嘛 什么两岸一家亲 我和支那人可不是一家人 对吧 所以说 要不是我们要这块土地的战略目的 你们想怎么活 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去美国建立一个小型社会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到美国去 让中国国内的很多支那 也跟着你们一起去吧 一起去 加入美利国 加入灯塔国 漂亮国 挺好的 对吧 因为你们一出生 就是仰视美国的 所以说呢 通过这些军事斗争的 这个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想看到那一面 情势越来越糟糕 而不是越来越好 这个地方不可能玩假议题的 那天那个海峡两岸 我相信不会是习近平的意思 海峡两岸在那边说什么 美国又使中国大陆打台湾 中国不会上当 扯淡吧 美国又使啥呀 美国什么时候又使中国大陆要打台湾了 是中国大陆 中共自己要干台湾 16年就开始准备了 跟美国又使有什么关系 这种海峡两岸这个节目 说句实在话 可以停办了 这些那玩弄点台湾的那些 那些人算了讲了个话 有什么意思呢 好像跟蓝的好 打绿的 傻不垃圾的 蓝的跟你有什么好的 不就是想挣你点便宜吗 贪图享受吗 他们更爱美元 要换美金 知道吧 人家不爱人民币 爱美元 美元是荣誉 绿票 所以台海的情势 我们持续关注 老兵说的东西 全部一个个都到位了 战术那些 270度 干死你 312的 谢谢各位支持